也许有一些人会问 那么旧约里面不是也有圣灵吗 那旧约的圣灵的工作 跟新约圣灵的工作有什么不一样呢 我简单的把它列下来 旧约里面圣灵有没有降下来 在某些人身上工作呢 有 不过它是暂时性的降在特定的人身上 那所谓特定的人 尤其是先知君王和祭司 这些受高的人 他们会领受圣灵 那今天不一样了 今天是新约这是末世 圣灵吃下来的时候是什么样的呢 刚才的经文里面告诉我们 无论是少年人老年人 是仆人使女男的女的 什么样的人都好 只要他是真心悔改的 那么他就领受圣灵 而且圣灵不会离开 所以圣灵在使徒行传第二章五旬节的时候 被吃下之后 他就从来没有离开过教会 无论你感觉得到还是感觉不到 圣灵就是与教会同在 就是与一群真心悔改 跟随他的人同在 这是我们必须确信的东西 那也许有一些人会疑惑的 就是那这样的话 为什么这个初代教会的时候 他们有这些的表现 那么我们却有一些 有时候我们听到好像有 有一些大部分人的经历 却好像没有 五旬节的经历 是不是需要重复的呢 我想这个也许是一些人心里面要问的 我信了主之后 那如果圣灵真的降下在我身上 那为什么初代教会信徒的这些表现 我却不一定有 我说不一定有 你也许会听到一些见证 说某些人是有的 我们能够从教会的历史当中 看到一些类似这样的一些例子 当然他的正确性有多少 我相信我们还有在考究 但是就即使到今天为止 仍然有一些教会 是声称他们有经历这些事情的 所以我个人不会完全的去认为 这些东西一定是假的 不会 但是无论怎么样 即便是这样 这个不代表五旬节被重演了 明白啊 这是两回事 为什么呢 因为五旬节 就是使徒行传第二章的那一段记载 其实是一个历史性的事件 之前圣灵没有被普遍的降下来 但是呢那个是第一次 耶稣吩咐他们不要离开 可能有一些这种神迹奇事的发生 但那也并不等同于是五旬节重演了 不是 因为即便没有 圣灵仍然是同在 这是我们要有的一个确信 我们今天要有的不是多一次这样的经历 有一些人也许有 有一些人没有 那不是关键 关键在于什么 是我们知道 我信了耶稣之后 圣灵就住在我里面 所以我们不要有一个误解 虽然有一些的人的说法或做法 会让你有这种感觉 就好像在某一种特定的场景底下 有音乐有什么 有人讲方言有什么 那我们才说 圣灵大大的运行工作 你千万不要有这种的想法 我相信那个圣灵有工作 但是即便你感受不到的时候 你最痛苦的时候 其实圣灵也从来没离开 圣灵的同在多少 或者真实感有多少 不是靠你的感觉 而是一种确信